我們看這一題 它已知地球平均半徑約火星的1.9倍 地球的質量約為火星的9.3倍 若忽略空氣阻力 而將同一小球以相同的出數 昏北於火星表面跟地球表面牽制上它 因為火星或地球很大 所以這個重力焦度在地表幾乎是固定的 這小球在空中運動的時間 在火星上約為地球上的幾倍 在星球或是地球都一樣 它的重力焦度我們叫G 上去再下來 它需要多少時間呢 它的這個T 是等於G分之好像是2V0的樣子 2V0是初速 不然我們可以推一下 你從這裡跑到最高點的時候 需要多少時間呢 最高點時間速度是0 0等於多少呢 等於V0加1T 減掉GT 所以T的話是等於G分之V0 這個是上去的時間 上去跟下的時間一樣 所以 這是T' 所以T的話 T是兩倍的T' 上去是T,下來是T 上去是T' 下來是T' 所以是等於G分之V0 所以是等於G分之V0 Z分之V0 那現在它是比較什麼呢 比較地球跟火星上的上去跟下的時間嗎 所以這個跟什麼成分比呢 因為它在地球跟火星上的初速都一樣 所以這是一樣的 所以它跟T是成分比的 不論是火星或地球 它的重力場都是R 重力場是等於R平方之G R乘以大M 所以G跟什麼成分比呢 跟R平方之M成分比 那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這個 上去再下的時間 這跟什麼呢 跟G的導速成分比 就跟這個導速成分比 M分之R平方的 成分比 所以我就曉得 它是哪裡比哪裡 它是火星比地球的 火星我們叫T 地球叫T1 這多少 這就是那個R 就是R 比上那個R1R 的平方 乘以那個M1 乘以那個M1 比上M 這個等於多少 根據資料的話 R 比上R1的話是1比1.9 1比1.9 平方 再乘以 M1比M是9.3 所以是等於 1.9的話 這個大概2 這個大概4 4 4 所以大概2點多 大概是2點多 所以答案應該選多少 選D啦 大概2點多 2.6 這個大概2 1.9大概2 所以大概2點多 所以答案應該是選D 比1 比1 2 4 4 4 5 5 5 6 5